我们今天课程大纲总共分为四段 分为四段 那我们第一段是旅馆产业的定义 那我们会简单的跟大家说明一下旅馆 那旅馆很多大家都会觉得旅馆有什么好定义 那尤其是很多一些大的业主 具有财力的业主 他们都认为旅馆很简单嘛 也不过就是把旅馆盖起来 找个建筑师把它盖起来 盖起来以后呢 然后就是依照我的想法 然后去装潢 然后把一些的硬体设备摆进去 最后呢找人 来就营业了 其实旅馆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旅馆真的这个 要经营一间旅馆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那接下来我们就讲到 旅馆开发筹备工作的重要性 那第三个就是旅馆开发筹备流程 那因为这个流程比较需要一点时间 所以我们今天属于重点式的说明 那最后我会用两间旅馆开发筹备成功的范例 来做一个结论 那我们今天课程 除了原则性的SOP 这些跟大家做说明以外 那我会用自己的工作经验 还有一些实际上的案例 来去做一些 相同的一些说明解释 希望大家这样能够 比较能够听得清楚明了 那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那这句话对于旅馆的开发筹备营而言 那也是显得非常的重要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很认同这一句话 那旅馆产业其实就是硬体跟软体 那硬体很简单就是建筑材料 就是建筑材料 那软体很简单 就是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经营管理 另外一个就是人的服务 就是两种来共同组成 那其实简单一点讲就是人跟石头 人跟石头 这两个东西组成一个饭店 那跟我刚刚开始讲的一些业者 他们认为饭店旅馆 好像真的就是那么简单 那接下来我慢慢慢慢的 跟大家做一些说明 那旅馆其实可以 反卖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分为有形跟无形这两种 那有形呢 就是旅馆的建筑设计设备环境 还有它的美食 那无形就是服务品质评价 那除了这些以外呢 那我们的旅馆其实叫经营 最主要就是要建立好的评价跟口碑 争取忠实的顾客 那顾客一直不停的回流 这才是一个旅馆 长长久远经营的一个正确的经营模式 那旅馆产业具体呈现 我们大概分为下面几点 那前面几点呢 第一点第二点 是具有风格的旅馆建筑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很多旅馆 它的风格都很特殊 风格都很特殊 那另外就是环境规划 景观设计 气氛的营造 那第三点第四点 就是舒适宁静的客房规划布置 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 那一般我们客人进到旅馆里面 其实在旅馆里面相处 这是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空间 就是客房 所以客房一定要舒适宁静 然后呢 第四点就是合宜的室内外各项游戏设施的设置 那其实上面这四点就是所谓的硬体规划 那底下两点那就是软体 那我们看软体需要哪几样 第一个当然很重要的 就是美味的餐饮设计跟服务 就是美食 那再来就是我们讲的服务口子 服务的品质 那勤切的接待 优良的服务品质 这几样加起来 才是一个旅馆完整的具体呈现 好 那我们看国际观光旅馆 国际观光旅馆其实它的投资真的非常的大 那设立地点往往都是在交通便利 或是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 那往往常到这几个地方 我们土地取得就比较不容易 那甚至我们要合法的取得土地 也非常的不容易 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们看一下 从开发规划 筹备设计 建设供企 市营运甚至到正式营运 那所需到的时间非常的长 而且饭店里面固定资产投资非常的重 占了总值投资的将近八九成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它的资金回收期很长 我之前曾经有一个这个业主 那他是一个很大的连锁集团的业主 他在开完几间国际观光旅馆以后 他曾经心有所感的跟我们讲过 他说他再也不要开 再也不要投资开发国际观光旅馆 那接下来投资都是属于 三星级四星级的一些比较中小型的 休闲旅馆或是商务旅馆 最主要就是他这个投资规划非常长 另外资金回收期也蛮长的 不过现在都想不去 我现在离开器了 不过再 barriers 我现在也查看了 見数рать 一定是你 您都没有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